花莲政府在近日主行 花东地区永续发展基金 第二期计划的听证会 县政府提出了90个计划 更有高达14项计划 是在原作民族的传统领域 包括今年19的三海剧场 另外一个8项计划 是要族人在政府新建的设施内 表演传统乐舞来娱乐游客 然而这样的发展计划 究竟是利益两善 还是消费族人 花莲的发展模式 究竟是应该由谁来定义呢 请锁定本周六晚上7点半 原始部落大小生